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新款的太阳底面灯 型号是AMISGL03 然后我现在这里有两款 左手编制款是B系列 右手编制款是A系列 这两款是灯头包装 太阳版是会有单独的包装 那么现在来说我们就在开箱 看一下里面包括一些什么样的配件 打开之后里面是有一个泡沫 然后这个首先有一个支架 这是接太能版的一个支架 然后这会有螺丝 螺丝配件 这里有一条空气 还有一些六角的螺丝 这个是送的六角螺丝 方便客户安装的 然后最主要的话 这是我们的灯面条 这个是我们的根体 就是相当大的灯体 好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没有了 所有的推荐都在这里了 一个灯体 一个太阳板的支架 然后还有一带螺丝 然后控器 还有就是主装用的工具 然后的话 那它太阳能板的话是单独包装的 那么注意一下 像这个A系列的话 它太阳能板后面的话 除了接线和线之外的话 它会被一个支架 这个支架的话 也是在安装的时候是有用到的 那么刚才是A系列的开箱 那现在看一下B系列里面是怎样的 那B系列整体来说的话 会生日比较适合 因为它的安装方式 跟A系列的话呢 是会有个区别 会有个区别 它是灯笔的这个方式的话 好 我们打开了 那这个是B系列的 B系列现在比较简单了 那么它就是一个灯头 它是一个灯头 太阳能板还是无力的 把这个灯头拿出来 这是灯头 那么还有一个爆铺用的 就是灯爆铺用的 安装灯笔的时候 有一个螺丝 还有一个螺丝 还有一个有空气 还有一个有空气 那这种的方法就是 它主要的一个配件 那么这个是B系列的太阳能板 那么它跟A系列的太阳能板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后面 那么B系列的太阳能板 它就没有安装支架 没有这个支架 那么 但是它的那个线材 也就是今天灯铁的这条 太阳能板的线材 相对比较长 因为它太阳能板 是独立安装的 是独立安装的一把 然后的话 这个A系列之后 把它组装起来的话 就是大概这样子 那B系列的话 它是当一个灯头 装在灯壁上 然后它也能板在单独列的 然后呢它两种安装方式 像这种A系列的话 是安装直缸的一种安装方式 那么像我们B系列的话 就是安装在有带灯壁的 还有传统带灯壁的一种 一体灯壁 就是我们所谓的半分体 那种安装方式 两种安装方式 那么这样的半分体是一样的 那配置它们都是一样的 所以的话呢 我就按其中的一种 所以A网 来做一个展示 做来做一个展示 那么首先的话呢 看一下它的那个灯头 那么这里有个主要的灯柱 灯柱用的是欧斯兰和3030高亮的灯柱 听起来的话 比较高欧斯兰的3030灯柱 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它透镜 它的透镜用的是150度 乘以60度的一个 路灯壁的一个透镜的一个设计 也就是说它的一个造势范围 微相对比较宽宝 比较宽宝 比较宽宝的太阳能庭院灯 会比较宽宝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它有一个特点 然后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下面这个地方 下面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的电池 我们说要电池 那么电池的话呢 我们这个系列的灯的电池 用的是零双体力电池 3.2V的零双体力电池 那么它电池主要是内置在 这个灯体的下面这个部分 内置灯体的下面一个部分 这是电池部分 好 那么再整个块 这边的话呢 SAL一样 系列一样 它是一个可调角度的设计 可以横向和一个纵向的一个可调角度 很像纵向的可调角度 OK 然后这边的话 这是我们多金的太阳码 多金的太阳码 这样一种展示 然后的话呢 这个系列的话 仓数的说明 可以看我屏幕上的这个表格 它一共是分为三个 20W 40W 还有60W 那么详细对应的板子 跟那个电池容量的话 在屏幕上都会有显示 你们都可以看到 关于亮灯模式 那么我们常规的亮灯模式呢 就是光控加智能调光的功能 智能调光的意思呢 就是说它会根据电池的实际容量 来自动调节它的亮度 智能调光 当然我们也可以根据客户要求 如果客户有要求做一些定制 比如说要加遥控器啊 加感应头啊 这都可以的啊 那你像看一下这一款的话 就是加了感应头的 一个款式 加了一个感应头的款式 然后我们可以给客户配一个 遥控器啊 这种都是可以定制的 根据客户的需求来定制 然后呢 关于这个灯的开关啊 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款灯的话呢 它因为没有一个物体的开关 所以的话它开关的话 只要你把太阳能打的接线 跟灯体的接线一连接的话呢 那它就是实现了一个开关 实现了一个启动的一个模式 我先连接一下 你看啊 灯就亮了 所以的话它的物理开关 是不承载物理开关的 主要是通过连接太阳能板 跟灯体制线一条线 它就实现了一个开关的一个功能 这样的话呢 就基本上能量了吧 它的亮度大概就是 啊 就这样 在不承转的点 就像我那样的市场 这又该项目一样的 开关要是最大的 就是我们的工具 以后大概是浓车的 提前台发展 一帆的东西 就是这个电梯 你真的可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